嗨 大家好 我是鴨鴨 今天呢 要跟大家分享我手邊我覺得 還蠻喜歡 蠻值得購入的開架眼影 那其實這些眼影呢 幾乎我都在之前的影片中陸續有提到過 可是有的已經非常非常久遠了 我想說今天可以給大家一個 全部的一個總整理跟比較 那第一盤呢 可能就會先跌破大家的眼鏡 就是DAJ盤其實非常非常久遠的一個眼影盤 那為什麼現在開架眼盤一直陸續出新的 我還是一直留著它呢 因為我會覺得很難得有 看一下眼影之中有這個 像這種霧面米白色 然後還有一個幾乎是正黑色的顏色 這個霧面米白色呢 就是我常常在換妝之前啊 一定會抓一顆 然後使用那種打底刷 整個刷整個眼周啊 跟睫毛的根部 這樣子呢 不但可以讓你的後續眼影比較好暈染之外呢 也可以延緩你出油 眼皮出油的時間 然後所以呢 比較不容易很快的就掉妝啊 或是出油壺掉暈開 然後黑色這個 雖然它裡面會有一點亮片 不過呢 是屬於很鬆散的那種 不影響你使用它來做眼線的那個深邃度 那另外兩個顏色呢 雖然就是真的是很普通的一個金棕色跟深咖啡色 可是呢 我會覺得這個金棕色啊 它不會太過於珠光感 所以呢 不會顯眼皮腫 然後它的顏色深淺 又是很剛好 就是你單擦它 就會讓眼睛有一點點深邃感的 所以基本上呢這一整盤呢 我就是先用這個米白的打底 然後再用這個珠光的 上在整個眼皮的可能前半段啊 然後眼尾一點點上深咖啡色 最後呢再用黑色來畫眼線 就可以快速完成一個深邃來百搭的眼妝 那第二個呢不意外就是Ecell的這個三號色 那這盤眼影本來就非常非常火紅 就不用多說了 它的原因呢 是因為它的粉質 是細細啊 綿綿的 然後珠光等等的 上起來都是細緻的 但是走稍微偏低調的路線 那它四個顏色深淺呢 是做的落差不會太大 所以是可以讓你就是按照順序這樣子上上去 就可以得到一個很好暈染啊 柔和的眼妝 然後帶有一點點透明感的 這款上在眼皮上啊就是很細緻溫柔的妝感 然後也很百搭很耐看 雖然不是會走什麼 多麼特別的顏色啊 讓人家一看就會覺得 哇你眼影有夠美 但是就會覺得你整個眼神很溫柔啊 然後呢它還有一個優點就是 很多人會覺得上班使用它 就是隨便亂抹 都是很好看快速的 也是一個很防手殘的一款眼影 它的使用方法呢 我會第一步就是先用 第二個針的這一個顏色 來做整個面積的打底 然後在小一點點的範圍裡面呢 用這個第三深的顏色 最後呢 眼尾再上一點點最深的顏色 然後最淺的顏色 就留著打亮眼頭跟臥彈 我之前有拍過一部呢 如果我一輩子只畫一種妝 會畫哪一種妝 我使用的就是 一色有的這一盤 因為它在我眼睛上非常耐看 非常自然深邃 可是呢 當然前提是因為我的色調 是屬於比較暖黃色調的 所以呢 它剛好就是跟我很合 我有聽到有的人 如果膚色比較冷色調的呢 可能就不會覺得它是你的命定咖啡色 另外呢 我也會覺得說這一盤 因為它的顯色度 帶有一點點透明感 然後呢 色調也不是說比較重 比較飽和的 所以如果你的膚色是屬於 比較健康比較深一點的呢 就是一定要去櫃上試試看 看它在你的眼皮上 會不會顯出來那個顏色跟深邃度 那再來第三個呢 就是Kate他們出的 這一個復古系列的盤 這兩個顏色 是我用了全部的顏色之後 裡面最喜歡的兩個顏色 剛好一個是橘橘的 一個是粉粉的 就是最受大家歡迎的兩種色系 那我會喜歡它的原因呢 是因為我覺得它的配色 讓我覺得還蠻多種變化的 雖然它一樣是四個顏色 可是呢我可以選擇 例如說我只上這三個咖啡色系 得到一個很大地色系的日常妝 但是呢如果我想要有一點點色彩啊 一點點跳出來然後流行的感覺 那我就再加這一個橘色 然後它兩盤呢都是 配色也是很實用基礎的 就是最淺的打亮眼頭嘛 或者是你眼上眼皮的中間也可以點一些 然後有一個深邃的打底的顏色 然後還有一個深一點點的顏色 看你要畫眼尾 或是拿來畫眼線都可以 那當然市面上有這樣子的配色功能的 一定不只它 可是我覺得它 呃比較讓我喜歡的是呢 它的這個主角的這兩個顏色 橘色跟粉色 它都不是那種色彩 太搶眼然後太鮮艷太濃烈 容易會讓人膩的那種顏色 就是它的顏色因為它是走 副母色調的 就是帶有一點點濁度啊 然後相對是比較沒有這麼鮮艷色彩高調的 所以呢我覺得就算啊我是戴眼鏡等等畫它 也不會覺得說太突兀太奇怪 然後再加上呢它的珠光感也不會很重的 所以就算你的眼皮容易拋啊 它也是非常非常好使用的 所以這個系列呢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推薦 非常適合說例如你不想要剛剛的就是純粹就是金棕色 或是純粹就是咖啡色 其實你希望你的眼皮有時候想要可以多一點點色彩 但是呢你又害怕說 呃太多的色彩會讓你的眼影非常非常的突兀 或是畫不好的話呢容易像歌仔戲等等的 它這一款都完全不會 它是非常非常非常好入手的一個 呃有色彩的眼影 那接下來呢我要推薦CAMED的這個全霧面的眼影盤系列裡面這個 呃也是已經蠻紅的一個色號 那這盤的特色第一個就在於它是全霧面的嘛 開價還蠻少說有真的全霧面的眼影盤 然後再加上呢它整個系列啊 雖然有很多種的咖啡色 可是呢只有這一個是裡面帶有一個 像這種流行感的那種紅紅的土紅色 所以這盤呢可以讓你如果先不用這個紅色的話呢 你可以先用其他顏色就可以完成一個 呃偏暖棕色的一個咖啡色系霧面的基本的眼妝 但是呢你也可以再加入這個紅色 讓你的眼妝變成那種流行的紅棕色 那不過值得一提的呢 是我會覺得這一盤啊跟 一色一樣就是會有呃配色方面 顏色比較沒有那麼的深 然後也不是走很飽和的路線 所以如果你的膚色也像就是比較深 比較健康的人呢 你用在你的眼皮上 就不一定能感受到每個顏色的那種效果 所以如果呢你想要一個霧面的大地色系眼影盤 但是呢你又希望它有時候可以不只是咖啡色系 你想要有一點點跳不一樣的感覺的話呢 就可以選擇這一盤 那最後最後一樣呢不是眼影盤 是一個眼影蜜 Maybelline的這一款眼影蜜 這一款好像不知道為什麼比較少人討論 但是我覺得這一個顏色蜜桃果茶 真的是超級超級好看的大愛 因為現在市面上的眼影蜜 好像很多都是走那種比較透感的感覺 可是這一款呢它是可以經由你自己 呃斟酌它的那個用量啊跟暈染開的程度 它可以達到比較飽和金屬感的感覺 然後但是呢你薄薄擦推開 它也可以是淡淡的光澤 然後它的持久度啊 我會覺得不用打底 對我來說就是持久度很不錯的 那要我都怎麼使用它呢 我會先擦它 然後在整個眼皮的前三分之二 然後輕輕拍乾之後呢暈染邊界就好 這樣子呢先打到一個很漂亮的一個主色 然後之後後面呢就是再隨便疊一個 比它深一些的咖啡色 然後把它們暈染開啊 就是一個很好看的眼妝 而且它的飽和度啊 可以比剛剛的那些眼影都還要再更飽和 然後光澤更搶眼 那其實它整個系列有五個顏色 我五個顏色都用過了 我裡面最喜歡的就是這個蜜桃果茶 因為我覺得它的顏色不會太淺啊 顯腫啊 然後又不會說太深啊 然後太濃妝 所以呢它是非常非常適合當整個眼皮的一個主角的顏色 然後之後你只要再把它的邊界好好的暈染開啊 或者是疊到你滿意的飽和度為止 這樣子呢就是一個很好看的眼妝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分享六個喜歡推薦的開架眼影 那我會在資訊欄那邊再做一個總整理 簡單的整理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再做複習整理的話呢 可以往下拉一下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次見 掰掰